车来车往 人来人往 这边的温度也不是特别的冷吗 大家好 我是大嫂 我现在是在武汉 现在这个时间快到八点了 我刚下火车 作为一个喜欢吃面的人 早就对武汉这边的美食起了欲望 现在这个点八点钟 正好到这个晚饭时间 你说来到这边人生地不熟的 按照我自己一个人 之前的常规套路就是一个人先逛着 一边逛着逛着 这个好吃的就出现了 加上闲逛的时间确实不早了 咱们现在出发 喂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就在东光厂对面的对面是吧 刚才问了一下值班这边的本地人 他说这附近就有一家 就是一条街非常好吃的东西 让我去看一下 我呢 还是打车过去吧 我感觉走路的话 不知道走到那边他们关门了 那就好玩了 师傅 咱去的这个地方是不是那个饭店特别多呀 就是小馆子什么的 你去的不是个中学吗 就是中学旁边有个叫什么村 什么村路的叫 啊 中学旁边不是有个叫什么路的吗 那个叫 你的就是在附近呢 嗯 我知道就是在附近嘛 这附近好像没有什么小馆子 嗯 它叫恩师路 恩师街嘛 恩师街不就在那个学校旁边吗 让我看看啊 这个东学到了 刚才那个大哥说呢 这旁边确实有很多美食街啊 我的左边就是的 所以啊 我多亏 大车过来了 如果递得过来的话 摸不摸得着咱先不说 至少半个小时的路程是要走的 我发现武汉这边 真的很多人都是在 街上的人都戴着口罩 其实我感觉这样挺好的 这么冷的天戴着口罩 还饱满 房子动了 而且还安全 火锅烤肉 小炒 烤肉 这边的人真的是特别喜欢吃烤肉 这一会儿遇见了有六家烤肉店 不是话说 冬天那个火锅吃起来会更香一点吗 火飘牛肉 其实旁边的大漠烤羊排 我也挺想去的 一位 一位 一二三个先烤 好嘞 好嘞 这么大一个火锅 哇这个 这个店里是热气腾腾的 吃饭了 口罩就可以取下来了 火瓢牛肉 是个火锅 红汤特辣 这是鸳鸭吃辣红汤 如果你想吃辣的话 建议你点个鸳鸳吃辣可以喝的 那个红汤呢 红汤可以 就是一大锅红汤 吃辣的话就是一大锅红汤 哦 这个样子 火瓢牛肉是98块钱一斤 让那些点一斤试一下 放这边是吧 哦对放这边 还是比较喜欢做到窗户旁边 窗户旁边做的很舒服 它这个炭 感觉比我家用做烧烤的太好 太多了 下次咱也试试 这种圆的炭 看到旁边做那个 豹啊 我大概知道这个火瓢牛肉 是什么意思 希望呢不要被我给拆到 以后来碗那就太失望了 我那么大一锅 哦 这是个飘出来 看起来就是 我想的差不多啊 这个容器 就是容器 一个飘状的 我点的这个呢是全红锅 然后是 特辣的那种 最辣的 这里面这个牛肉呢 他已经帮我下好了 他说浮起来之后就可以吃 看到这个东西感觉有一点恐惧 这个是辣椒 有点像 灯笼辣椒 哎呀不行太香了 我忍不住了 先来一份尝尝 这个里面呢是点了一斤的牛肉 哇这个牛肉好嫩啊 它里面还有这个半透明的这一点 呵呵 吃起来不是很辣 我点了在他们店里面 特别辣的 最辣的那一种 老板说牛肉浮起来就可以吃了 你们这还没有浮呢 错了 吃了五六块 但这个牛肉片切的真的是好卖啊 还吃不到辣肉 我今天应该 还要再煮一会儿 有我设例这么多美食的经验 我感觉它这个牛肉应该是 提前做过一道工序的 看这一块就可以看出来 明显是熟牛肉之后再切的 蒜太少了 我说去搞点蒜 被服务员给劫下来了 服务真的很贴心 哦可以可以 谢谢啊 可以可以 因为我喜欢吃辣 自己一个人 一个人点点辣的 可能老板说清汤可以喝 这样说的话清汤是有特色的 而我认为呢 这样的不味辣一点 吃的不一样 感觉自己错过了一个特色 老板真是调的 这有点那个 重庆那边蒜鱼香油 有那种感觉 蒜鱼挪起来吃起来还在不一样 喝一口 不好意思 喝这点茶可以喝 谢谢 谢谢 我这个算是被认出来了 他认出来就认出来了 不管了 我去吃我的 135元好像可以啊 就是手里这一杯新意一方24元 旁边店的 你好 问一下你这有二十玛吗 二十玛 好的 谢谢你 刚才有一杯奶茶 然后我把钱付给你 不用不用 那钱他已经付过了 不不不不 他是他的 我这是不能 那是啥 我付给你 谢谢你啊 没事 谢谢你 是24碗上面标价式的 行 谢谢你啊 可是我是不怎么喝奶茶的 一会儿打车的话 把它给出车司机吧 今天这一份牛肉呢 吃起来还挺不错的 就是这个辣度啊 可能就是我平常吃辣吃惯了 没有达到我那种满头大汗的笑话 不过老板也和我说了 他这个辣椒用的是云南那边的辣椒 没有四川那边就是荒南那边的辣椒辣 总体的味道呢 好像是相当可以的 就是这个火瓢啊 火瓢真的是很吸引人啊 哦对了还有啊 刚才吃饭实在太干大了 好多人都看着我 我感觉好几个人认识我 所以呢 我就吵吵的了了的就出来了 吃了那个狼屯火焰啊 把旁边的人都看呆了 还有我感觉呢 就是被老板针对了 他给牛肉的量 绝对是针对我 给我多加了 现在吃的我大个都是牛肉味 师傅 您这这杯奶茶送给你喝吧 你看放哪里 这是我刚才吃饭的时候 店家送给我的 然后就是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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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